哈喽大家好,我是饕贴 花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面食之一 比馒头受欢迎,比包子更好吃 今天饕贴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懒人花卷 做法非常简单,一看您就会了 首先在面盆里取500克普通面粉 加入3克酵母粉,1克小苏打,1大勺白砂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和面 要一边倒水,一边用筷子搅拌,防止结成面疙瘩 夏天的话呢,用凉水和面,咱们也是可以的 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面盆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干面粉了 再下手将面絮团成面团 然后将面团放在案板上,揉的光滑一些 揉好后放在面盆里盖上盖子后,醒发到原来的2-3倍大 另外再找一个小碗打入两颗新鲜的鸡蛋 加入一勺白醋去腥增香 用筷子搅拌将鸡蛋液彻底的打散 起锅烧油,热光凉油,先来滑一下锅 等一下炒鸡蛋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锅了 等油温上去后倒入打散了鸡蛋液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着翻动 等鸡蛋液凝固后,用炒烧翻动一下 将鸡蛋炒碎 炒到鸡蛋液彻底凝固后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吃老一点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多炒一会儿 清洗干净的韭菜一把,切成韭菜碎 切好后收进碗里 把炒好的鸡蛋碎也倒进去 再来一勺食用油 用筷子搅拌,让韭菜表面形成一层油膜 这样在调调料的时候呢,韭菜就不容易出水了 搅拌均匀后,咱们来简单的调个味 一勺食用盐,半勺胡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咱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韭菜鸡蛋馅不需要调太多的调料 一点食用盐和胡椒粉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面也发好了 案板上撒一层干面粉,防止粘连 将面团从碗里取出来,放在案板上揉搓排气 面团经过揉搓排气后呢,会让酵母分布的更加均匀一些 当二次醒发的时候,面团内部的气孔会分布的更加的均匀 这样蒸出来的花卷呢,才会更好吃 用自己家的擀面杖擀成薄面饼 像这样擀大擀薄就可以了 擀好后,在面饼表面刷一层适用油 用刮板将适用油涂抹均匀 再把调好的韭菜鸡蛋馅也倒上去,用筷子铺平整一些 最后,从面饼的一侧卷起来一直卷到另一侧 案板上撒一层干面粉,防止粘连 用手将肠面条整理的均匀一些 然后再用刀在相等的距离上切上刀口 刀口不要切得太深了,二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再用筷子从两个刀口中间按压一下 咱们的大花卷就做好了 因为咱们的盘龙大花卷呢,不好抓取 所以在进蒸锅前呢,先放在蒸壁上 然后再慢慢的放进蒸锅里 最后再用手简单的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后进行二次醒发 醒发呢,原来的两倍大就可以开大火蒸了 上气后蒸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看起来是非常的有食欲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尝试一下吧 滔天每天都会与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